一共一百 各省咖啡的提供外档 23个再去在各省兴公司的头前流着电池 现状刚才有国内的咖啡电视会打火 有些只要拿到看不破坏 就能不用回来吃饮每一个品牌的咖啡 这次公司也特别买一台钢铁人巨型扭蛋车 要来跟着的小桂架吃一个文气相当趣味 第一次玩这种大型的扭蛋 让小朋友都感觉很虚拐 为了刺激咖啡的买去 听说是大手臂 车来造型买人的钢铁人巨型扭蛋车 当中是包括香港迪士尼 四港三美来回鸡票上大众 去他们这么多家庭 消费一万一千块 让小朋友来体验 扭过那么大的扭蛋车这样 没有 没有 扭这个感觉怎么样 会不会很困难 不会 不会 有希望得到什么奖品吗 没有 希望可以得到香港一友 可以跟家人去这样子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有消费达二十几万了 这个可以见得说 这个钢铁人扭蛋车是 这个行销是相当成功 不但这个活动成功 而且也让我们全中台湾的游客 进到国庆来 我们是面积最大 然后品质最好 同时是创意无限 你能够想象有一个人的空车 就很像我们的咖啡烘焙机一样 可以卷出让你兴奋的扭蛋 因他们宽布的交流 我可以也提倡 民众自己拿杯 就可以不用去到国庆上 不用去吃咖啡 可不可以祝质咖啡的朋友 都感觉真的是贪掉 那国庆咖啡喝起来什么样 国庆咖啡喝起来干醇 有一股香气 后来觉得神清气爽 那跟别的地方渔石 还是说哪里喝起来有什么差别 这不同的风味 各有千秋 随时随时咖啡 但是它也很特别 有个那个坚果的香味 喝了几万很适口 咖啡市集啊 就是每年每年 我们都觉得说 人潮都不断的涌进 对然后这对我们咖啡龙来讲的话 这是一种鼓舞 士气的鼓舞 范围可以再更大 然后因为大家可能来就短短一条 可能逛一下就没了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 行销也可以再久一点 因为这次好像是六月初才出现这个广告 或者是脸书 对我觉得更久的话 那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潮 国神咖啡姐已经连刷几万几个年 成功从国神咖啡的品牌 推销出去 每年都起来越来越多民众 到地方来品商以及高北咖啡 公司也成了 以后会继续终合創意关锁 欠油客来国神饮咖啡至乳友 现在不是差不多